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喝完了下午茶 解开这个娃娃专用的围兜兜 现在我们还要上美容院 什么造型更适合KID 俏丽的短发还要更亮眼 决定新造型后 设计师拿出像牙刷一般的专用梳子 虽然娃娃不会喊痛 可是还是小心翼翼 最后配上和衣服颜色相衬的缎带 美美的新造型出场了 KID可是下一位明日之星 她将成为主角要上大荧幕 其实这个洋娃娃世界 已经虚拟创造将近十位玩偶人物 每个娃娃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 故事情节的延伸让虚拟人物真实化 更贴近小女孩的世界 把洋娃娃当真的人看 还要固定带她做健康检查 先用听诊器查看 再检查身体四肢 一点也不马虎 小女孩对于玩伴的服装搭配 更是讲究 我的名字是Molly 我们两个有黄色的髮型 她的脸 我希望她去买 看看她的东西 不只带玩偶 逛街买衣服 小主人还可以变装 再变装 就是要和洋娃娃交情好到 情童姐妹 跳脱设计出的人物 选择长得像自己的娃娃 小女孩的天性 造就洋娃娃的无限魔力 就连还不会讲话的女娃 都有模有样 抱着小baby 推着娃娃车 平均一年 卖出将近60万个娃娃玩具 就是这个原因 这么多洋娃娃 到底谁是你的好朋友 今天我就要带我的新朋友 KID回家了 以上是终时新闻里 一位韩子环 来自洛杉矶的采访报道